您最像蘇武功的舉手 沒有 只有一個人 OK 好 兩個三個 OK 好 請放下 那您覺得您最像猪八戒的個性 不是外表 三個 OK 好 谢谢 請放下 DISC 的這個人格特質理論是美國所歸納出來的 它分別是Dominus, Inference, Steadiness,還有Comprise 那這四個特質其實正好在我們傳統的西遊記這個張會小說裡面 正好找到這四個主角非常的貼近他們 所以認識別人的同時但是不要去貼別人的標籤 不要認定說我是這樣子特質的人 所以我就只能這樣子 其實DISC 的特質透過磨練 透過有刻意的去訓練其實都可以轉換的 我的結果是像竹八戒 對 因為竹八戒可能就是一個比較衝動 然後可能也是性格會比較火 就是直來直往的 就是會比較急 可以更認識自己 就是比較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然後也自己知道自己的性格是什麼 然後可能在未來選擇工作或選擇專業方面的話 就是可以走到正確的路 然後也選到自己喜歡的專業 就算是找到一個好處 可以賣掉 感谢观看